上星期,我们说 敬拜是一个与神相遇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里面 人可以经历与神的同在 有没有想过的是 就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这个也是神同时介入工作的时间 这个同样是神恩典的一个时刻 就是在每个礼拜 在每一个地方里面的每一场的敬拜 神单止同在 更为人打开一线天国的窗 让我们虽然在地 却可以加入一场天上的敬拜 与天使天君一同 向这位独一的真神献上我们的赞美 所以敬拜是一个恩典的时刻 是因为神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透过每个星期的《广道讯息》 神的说话被打开的一刻 天国的奥秘就要被开启 要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让人去明白天国的真理 所以港度都是一个恩典的时刻 神就在这个位置让天国的度能够进入生命 于是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的敬拜 当我们带着学慕和柔软的心去进入敬拜的时候 每一次都可以是神工作改变生命的时刻 试想一下 一个星期一次 一个月就会有四次 一年就会变成五十二次 神可以在每一年最少有五十二次的机会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留意到的 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就是同一篇的广章 同一个的讯息 它是在不同的人里面 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触动 有一点无可置疑的当然是 神的说话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说话可以改变人心 亦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触动我们 所以同一段的经文可以为人带来不同的亮光 是正常的 但是有趣的却不是这一件事 而是仿如是在一场的崇拜里面 我们见到两个平衡的时空 这两个的时空又好像是对立和相反的 在这两个平衡时空里面 人可以接收同一个讯息 却出现两个完全相反的反应 其中一个时空 就好像一个接近零度的cold zone 就好像是信息是发了出去 但是仿如是遇到一个接近冰点的温度 于是信息突然之间就好像失去了速度 接着就消失在大气之中 就好像有人听完之后会跟我们说 说来说去又是说这些东西 你又是跟人说灵修 你又是说祈祷 你又是说祈祷 说来说去经文又是八幅 接着说启示录 要是说到耶稣就是耶稣的医子 行了我们听过很多次了 我没有亮光我没有感觉 于是坐在那里 全程的感觉就是无痛无痒 但是另一个平衡时空 他说是充满着满满热情的hot song 同一番的说话 他们竟然被深深地去触动 甚至崇拜完了急不及待 要走出来多谢牧仔 他们会跟牧仔说 这段经文其实我之前听过很多次 这个信息其实我也听过 但是今天神真是与我同在 祂真是对我说话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亮光 但是这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温暖 这一刻甚至有人会跟我们说 很想去回应 我记得有一次曾经有一个人说 今天听到的时候 我一直哭一直哭 你知不知道最后我为什么要走出去 因为我哭到对抗掉了出来 大家明明都坐在同一个空间的里面 经历着同一样的经历 却存在着Hot Zone和Cold Zone 这两极的反应 那到底是什么 造成这个天与地的差别呢? 其实原来这个情况 不是今时今日的什么新发现 而是在耶稣的年代都已经有了 当耶稣带着天国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四处去宣讲天国进入人间的福音 其实想想想 都已经是耶稣自己说了 我们就可能觉得 应该没有人不让他的说话感动 跟着回转了 但是事实却是 即使现在是耶稣在宣讲 不同的人对于他的教导 仍然有着不同的反应 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带出他所见到人对福音不同的反应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 耶稣同跟随他的人去说了一个杀种的比喻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至八节 他说 有一个杀种的出来杀种 杀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 小鸟飞来就吃掉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 因为泥土不深 很快就长出来 但太阳一出来 就把他晒干 又因为没有根 他就枯毁了 有的落在荆棘里 荆棘长大了 就把他祭住 有的落在好土旅结出果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表面上 在这个比喻里面 其实如果你找到 就只有一个角色 就是杀种的 就是说这个农夫 杀种的农夫 圣经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原来 可能不是别人 就是说耶稣自己 而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农夫就做着 所有农夫都一样会做的一件事 就是事后到了 他就出来杀种 而在耶稣身处的地方 农民杀种的方法 就不是一粒一粒 种子这样埋在泥里面 而是用一个喷射式的方法 将种子杀出去 杀去不同的方向 向不同的位置发射 而耶稣之后就解释 这个比喻的时候 在十三章十九节他就说了 凡事听了天国的道 哦 这一刻我们明白了 原来种子 就是说天国的道 而耶稣和农夫一样 他是散播福音的时候 他是毫无差别地 向人群去散播天国的福音 这个是一个公平 无预设的特定受众 一个散播的方式 如果农夫今天杀种是期待 在未来有一天 杀出的种子会好像原定那样 去结出农作物 可以叫他有修成的话 那你就可以想象 耶稣同样地希望天国的道 可以在人的心里面 结出果子 但是杀了种 到底结不结果 其实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种子究竟遇上了 怎样的土壤 不同的土壤 就会出不同的结果 耶稣说 种子有可能会遇到的 是四种不一样的土壤 第一种是路旁的硬地 十三章四节说 杀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 小鸟飞来就吃掉鸟 所以第一个的可能 就是种子根本就落在路边 那些泥土 其实一早已经被经过的人 和牲畜踩到变硬了 加上其实从来没有人施肥 没有人灌溉 你不要说种子 连条草都生不了一条 原因很简单 因为路的表面已经硬到一个地步 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进入泥土的里面 而我们知道的就是 当泥土变得很干的时候 其实甚至连水都很难才能进入 最后种子只能在泥土的表面 若是雀鳥一飞过 便轻而易举地担他去 耶稣在十三章十九节就解释了 所以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把杀在他心中的夺去 这就是杀在牢旁的 不明白 不是说那个人没有能力明白 而是他听完之后 他根本没有接收到 就好像我们经常说 人左而入又以出 就好像我们平日跟小朋友说 你都没有心装在的 这一头提你吃饭之前要洗手 那头一见到的食物 你就伸手进去 你就拿来吃了 都提了两年了 听了就好像没有听一样了 耶稣就是说 如果有人是这样对福音的话 其实福音就只能够停留在我们的外面 结果是其的信息没有被接收过 人听了等于没有听 明明是听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却被撒旦轻易地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拿了去 叫你听过 都好像没有听过一样 第二种的土壤是浅土石地 十三章五至六节 耶稣说那种子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面 因为泥土不深 很快就生出来了 但是太阳一出来 就将它曬死了 又因为没有跟 它就枯毁了 其实表面上 如果你要看这个浅土石地 这个似乎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表面上它有泥 泥可能看下去也没有那么硬 我们心想 那应该可以吧 谁知道原来在那一层的泥土的下面 全部都是石头 根本不能生下 我很知道这种土是怎样的 因为它真的表面上很容易骗到人 我家后院就有一些这样的泥土 你表面上看到它真的是泥 那时候我刚刚来到 我真的不懂的 看到有泥 即是开种东西 我就随便轻轻地 不断刮开表面的泥 就放一粒种子下去了 想着照旧淋水 就应该会生得很好了吧 谁知道那棵植物就生极 都是不开发 那好吧 别人说 Topsoil 就是表面的泥土很重要的嘛 那我第二年 我就买一些很漂亮的泥 想着坑上去 今年应该可以吧 谁知道第二年好些了 不过那些花真的好硬 后来我才知道 有没有想过它下面是什么 那我就用铲来试一下挖一下 下面真的有很多东西 又有石头 又有一些死了的树根 原来这么久以来 那些植物的根根本生不下去 加上本身我又种得差 我又整得它的种子 排得不够深 所以花就开极都不漂亮 因为种子没有进入过泥土的深处 无办法跟泥土去融合 吸收不了足够的养分 于是耶稣就解释 那好似什么呢 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那撒在石地上的 就是人听要道 立刻欢欢喜喜地接收 可时他里面没有跟的 只是暂时的 一旦遭遇患难受到迫害 就立刻跌倒了 即是怎样呢 就好像我们听到的时候 听的时候真的好开心的 觉得我们的牧者说得很精彩 很高质 很丰富啦 但是问题就是 原来我们没有把信息 摆入我们的心的深处 出了去就出了去的啦 我们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生命融合 于是乎我们一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一些外来的阻撓 我们就会后退啦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现实呢 就是天国的道路很多时候 和世界的方向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是相违背的 当一个人说 我要跟天国的道路去走 跟随基督的教导的时候 实质上我们过的一个生命 就是一个逆水行舟的生命 你预料你走出去 你是会遇到很多的阻力 甚至有人会针对你 而这一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 遇到的迫害和患难的意思 而耶稣说 当这些天国的种子 只是落在浅土里面 没有在泥土的深处 没有与泥土充分融合的时候 他说当人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back off 我们很容易后退 叫天国的道无法发牙 因为有信息 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 人遇到一些困难阻撓 自然就会退缩了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听过那个讯息 我们不是不信 但不会知道 只要旁边有人说一句 问你一句 例如你的同事说 你听完就信你又知道是真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你那个神 你这样说起来 不得合理 你解释一下给我听 我们就马上不敢再说下去了 一来我们不是很知道怎么回答 二来我们又很怕得罪人 搞搞一下 我们平日在外面 都不是很敢说自己的信仰 不是很敢分享自己的经历 我们back off 我们退缩 有些种子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表面上是落到一块好土的上面 泥土又柔软 种子又落到泥土的深处 真是可以与泥土融合 生根发芽了吧 但大家没有留意到的是 原来在这个种子旁边 有些东西在生中 原来有一些很侵略性 很强的荆棘在生中 于是原本那棵植物是大 荆棘跟它一起大 于是就最后被那棵荆棘逼死了 那你又不要以为 当然是个农夫太大意 这样也看不到 因为其实 荆棘是会潜伏在环境之中 又说一下我家 我家也试过 我原本在一棵树下面 我家的一个位置 那里是没有什么生的 那我就想 不如种些东西下去 让它更漂亮 那我就试试种些东西下去了 谁知道我一开始灌溉的时候 一开始淋水的时候 旁边有些东西生出来 看上去挺漂亮的 原来我后来才发现 这些是一些入侵性的植物 它掌走原本 我想给那棵植物的水和肥料 不得只 它还要占据原本 我想种那棵植物的成长空间 结果 这些的植物 这些的荆棘 就盖着原有的植物 甚至将那些原本的植物 弄死了 耶稣说 就好像什么呢 十三章二十二节 它说 那杀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 就百度挤着 结不出果子来 第三种土最tricky的 是表面上那个人 是听了道的 而且他真的接受了 都放了入心的里面 但是大家没有留意的 是种子成长的同时 有些东西来自外来的因素 在干扰中 耶稣说 第一个是今世的忧虑 耶稣在这里不是尝试 和我们说什么前世今生 今世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是说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 叫我们的心忧虑 distract了我们 叫我们分心 我们被局势的变动 那些动荡 经济的起伏 天灾人祸 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见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们各种无办法掌握的未来 叫我们被distracted 叫我们分心 叫我们忧虑 就好像好几年以前 其实谁会想到突然之间 会走出一样东西叫做COVID出来 我还记得那时候2019年 我们在家里想着什么呢 就是想着不如 带我们的小朋友回香港旅行一次吧 谁知道机票都没买 原来全世界突然间都不用飞了 接着原来我们平时觉得 一些很平常一定会有的东西 可以突然之间没有的 原来有一天 大家是可以不允许出街吃饭的 我们猜到猜不到 而这一切这样的周围的气氛 其实当时如果大家记得那种气氛 就是充满着一种忧虑 而耶稣所说的今世的忧虑 就是指这些世界的事情 带来的一种的气氛 这些是气氛充斥着我们 我们容许它占据我们的心灵 于是到头来 别人问你信不信 你不是不信 但是我们心里却无法完全相信 福音里所说的天国的实现 接着耶稣王说的 还有财富的迷惑 财富容易给我们一个假象 就是叫我们以为财富 可以叫我们拥有一切 我们可以掌握 我们生命里所有的事情 就是最近 温哥华是一个人 他租了一架很巨型的吊臂 就将一架的古董汽车 由地面一直去 吊进去一个豪宅式的condo 整不知 整几层楼这么高 这个事是上了报纸的 报纸的标题是什么呢?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money can't do 原来这个世界有钱 真是可以叫鬼推磨 这个就是世界的风气最擅长 去制造一个关于金钱权力的假象 叫人去相信有钱 就真的什么都做得到 耶稣说这个就是令人迷惑的假象 叫我们开始去感觉以为我们不是真的 那么需要天国 于是就算我们听了福音 信了 我们都可能慢慢没有了原本那份的热切 我们以为耶稣所说的天国其实是附加的 没有能力的 又和现实的世界不够实际 于是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冷却 耶稣说唯有遇到第四种的土壤 就是好土 这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十三章八节 他说有的落在好土里 就结出果实 有一百倍 有六十倍 有三十倍的 种子遇上好土 种子就能够进入泥土的深处 和泥土融合 再加上水和养分 于是种子就可以生根 可以发芽 可以生长 可以结果 耶稣解释在十三章二十三节 他说 那撒在好土里的 周诗有人听了道 又明白了 结出果实来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讲的就是 我们听了道之后 我们不止只是听 而是我们容许到进入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就被触动 于是生命被转化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真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即是耶稣的圣情 所以 种子可不可以结出好的修成 就视乎泥土的质素 那四种泥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路旁硬地的 道就被夺去 在浅土石地的 因为道没有根 人就退缩 在荆棘土里的 道就被制住不结果子 在好土里面的 就能够结果子八倍 天国的道 在人的生命里面 能否结出果子 原来就视乎我们的心灵状态 原来种植物要种得好 真的不是说我们要买更好的种子 而是你种植物 那个地方的土壤 究竟有多健康 是说我们不断地 可以改良土壤的质素 才会有好的修成 同样 天国的道 能否在我们生命里面 结出果实 取决的 就是我们心灵的状态 但是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一定会遇到 一些环境的因素 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 是会影响我们的 例如 我们是无法避过黑金融海啸 新冠疫情 俄乌战争 我们始终要面对的 是亲人的离世 健康的问题 于是这些东西 是能够叫人的心态去改变的 又或者 有时候是我们一向的 个人的想法 或者我们生命里面的破碎 亦都会叫我们的心灵 出现不同的土壤 于是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似乎有些人 又可以保持他们的心灵状态呢 其实出现不同的心灵状态 那个关键在于什么呢 当时的门徒 在耶稣说完这些比喻之后 心里面就带着问题来问耶稣 而耶稣就带门徒去到以赛亚书 为什么去到以赛亚书呢 因为以赛亚当年去广道的时候 他同样遇到人不同的反应 他所面对的情况 未至于真是和耶稣一模一样的话 都已经是非常之相似 于是 耶稣就用回以赛亚书6章9至10节去回应 马太福音13章14节 他说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的身上 他说你们听是听了总是不明白 看是看见了总是不灵回 耶稣见到个问题 不是在刚才所说的那些外在的因素 不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里面 原来个问题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说的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 去听到天国的道 不是他们没有见过天国的能力 事实上刚刚相反 他们是见过 他们是听过 只是他们不明白 不领悟 但是耶稣不是说 因为他们读书不多 所以不懂 耶稣不是说他们能力有限 所以不明白 而是我们没有给所听所见的 进入去我们心的深处 于是乎我们的心灵 无法跟天国的道去接通 天国的道就无法触碰 我们内在的思想和心意 而这个情况 不是因为他们外在的接收能力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听不到 不是因为他们有大近视 耶稣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思迟钝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五节 耶稣说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所以问题的癥结 是在于人的深层 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去接收 在耶稣的说法里面 他是说是人自己用自己一只不灵的耳朵去听 即是不是你没有一只不灵的耳朵 而是我们故意用一只不灵的耳朵去听 就像小朋友 如果你说一些他不想听的话 他不喜欢的话 小朋友的反应会如何 立刻两只手掩着耳朵 就觉得我说的东西没有人 那些人说的东西进不了我里面 但是那些我们就会升级了 我们有进阶版的 我们大了就会带上一只耳塞 或者那个耳朵 那就过滤了所有的声音 但耶稣就好像说 其实不用那么烦 其实我们的脑子 是会自动tune out tune走我们不想听 不喜欢听 不习惯听的信息 我们会filter out 那些我们不认同的声音 于是乎有些东西我们是听了 不过其实我们是听不到的 耶稣说不止 我们还要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耶稣是说闭上眼睛 不是被一些东西 蓋住了你的眼睛 看不到 所以这个同样是一个自愿的行动 是我们自愿地闭上自己的双眼 叫我们见不到我们不想见到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做 耶稣就继续说 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免得 自己的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那信息入了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回转 原来为什么我们听天国的道 神的说话 听极的信息 就好像在我们的外面浮游一样 好像我们外面突然之间多了个金钟罩 叫我们产生不到共鸣 耶稣说是因为心思迟钝 而心思迟钝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眼 是人不愿意自己 不愿意听耶稣天国 进入人间的福音 是人一早已经认定 耶稣的道帮不了他们 或者否定自己问题的源头 所以他们就拒绝耶稣的声音 Shut it out 推卸我的世界之外 于是他们之后 无论如何听有关天国的事情 他们本身自己的既定想法 已经变成了一个金钟罩 每一句都只能浮游在他们的外围 没办法进入他们的核心里面 天国的信息 没办法跟他们的生命融合 再产生作用 就没办法改变他们的生命 最终天国的种子失去了功效 就好像当日落在路旁硬地 好像浅土石地 好像荆棘土类的种子 可能听到这里 我们就会想象 心硬一定是一些 性格比较刚烈的人 即是那些 你怎样跟他说 他都不肯听你说 那样的人 不过其实心硬不一定是说 那个人 真是会跟你喊晒 怎样都不听你说 才叫心硬 更多的时候 心硬是表现得多平余的 就好像刚才说的 心硬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去听 于是天国的度不能进去 至到不能和我们的生命 融合作用一样 整个过程可以来得很安静 其实只要我们一不留神 我们自己都可能因为我们的自我 可能因为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破碎 我们都可以变成深硬 甚至连我自己都可能 试过一段这样的时间 甚至你信不信 做牧者有时候 比起大家更加容易 因为我们一般 其实在未崇拜之前 都大概知道 每个星期崇拜的众心 那个信息的忠心在哪里 于是有时候 其实都会难免去想 其实我知道今天讲什么 我外面很忙 不如让我做外面的事先 于是这些事务 就变成我们内心的金钟罩 是听了的 但是那个信息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空间 跟我们的生命去对话 就好像 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说 其实我们都听了三四十年 还有什么没听过 于是每次我们的人是出席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 每次我们都是选择楼上的balkon 还要坐到最后的一行 整个局就好像 我是一个局外人一样 经拜完了 Worship Leader一叫我坐下 我就整个人 shut down 埋手在自己的东西里 原来 这个可以是心眼 又或者 我们听了一段的经文 或者主题 其实牧者那一刻 都未入气育 但我们的心想 哎呀来来去去 又是那些 上个礼拜说了奉献 今个礼拜还不是说侍奉 又是说井旁富人 我猜下个礼拜 是说医血漏症的病人 又是说白风 又不是未听过 有没有新东西听啊 听过了 又是这些 哇 今个礼拜还要是Pastor Sherian 说的 他很闷的 告诉你 上一次同一篇图 Pastor Joshua说过 他说到又幽默又风趣 他的笑话很好笑的 还有再早一段时间 是前几年而已 Pastor Wilber都说过这篇 他很厉害的 他真的说得很好 他整个时间线 人生时间线 给你Pastor 出来 整个人生 立即给你 他说完 喂 说真的 我们明白的 又是的 我对港元私底下 都可能会有一些的印象 有时候出去 去其他地方听到 一见过港元的造型 我心里面可能都会说 他应该会悶的 那我就跟自己说 不要太大期望 他不超时 我们应该已经要很感恩了 原来有时候 我们就以自己的观感 去批评一个信息 原来这一个 亦都可以是一种的深眼 又有一些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 牧仔今天说的主题 不是很关我事的 说婚姻 我又未结婚 又或者去到另外一个 说说子女了 有人就会说 我的子女都大了 于是我们就没有留意内容 我们就觉得自己 可以置身事外 这些的道 说给旁边的人听的 但有趣的是 有时候牧仔又刚刚 说中你当时的困难 那我们心里面 有时候就会想 牧仔是否收到什么封 现在是否指桑 骂怀对号入座 接着我们心里面 就开始有一份怒气 这份怒气塞着我们的队 而我们就怎么也听不到 进去 这一个原来 亦都可以是一种深眼 我们虽然听到 我们所听到的 却只是一些声音浮游 在我们的外面 我们就由得自己的看法 去判断这个讯息 去评论这些港元 去评论素色 到底好不好 对不对 听 解不解决到 我心里面的一个困难 和我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我自己的兴趣 结果是 是 我们是有听的 是 我们是在里的 但是每一个 有关天国的讯息 就好像 入不到我们的心灵的里面 和我们的生命 发挥作用 结果 就变成好像耶稣所说 你们听 是听了 总是不明白 看是看了 总是不灵悟 我们的心硬 叫我们错过了 神打开天国的恩典 耶稣说 天国进入人间 其实第一个会发生的情况 是天国的福音 要进入去我们的心的深处 就好像 种子要埋入去泥的深处 再和我们的生命 发挥作用 就正如种子要和泥土里面的水 和养份混合 发挥作用 当它发芽的一刻 我们就可以开始 明白多一些天国的意义 当我们明白多了 我们再听 我们又会明白更多 于是天国的现实 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次被呈现出来 这叫我们最后 可以因为这粒小的种子 结出天国的果实 在这个世界活出天国的样式 叫天国藉着我们 可以被散播 所以当我们去带着 敬拜者的熟灵的气质 我们怀着那份渴望的心 去进入神的临在 带着温柔的身 去发现神的工作 再去用神的说话 去疏离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 我们融让这粒的种子 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 其实这样说下去 原来当我们的心柔软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接受天国的道 这个就是耶稣在十三章十二节所说 因为凡事有的 还要吸他们 他就充足有余 凡事没有的 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走 耶稣是告诉我们 天国的奥秘其实从来 都不是隐藏的 而是明显的 神要求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带着那份柔软的心 我们保守着我们心的柔软 我们让天国的种子 进入去我们生命的深处 当神的说话 和你的心灵发生作用 你就会发觉 你会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见到天国的意义 天国的奥秘 以柔软的心去接受天国的道 就是让天国的种子 进入心灵的深处 与生命发生作用 这个关键 不是你读过圣经多少次 几有学识 事实上 如果你看回耶稣那时的法利赛人 他们不只读圣经 他们背摩西五经 他们还要抄经 但是他们坚持就是不肯相信 神可以用他们所没有想过的方式去进行拯救 于是无论耶稣今天怎么说 他行什么神迹去印证自己 他们就是听完 就去评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为耶稣下一个定论 说耶稣是鬼王 说他涉足神 耶稣就说 如果我们像他这样的话 那结果 连原本已经听过的 都会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之外 最终慢慢流失或者被夺去 对我们最后是完全失去意 所以当面对天国的信息 耶稣给我们看见 那个关键 就是你要保持我们的心柔软 不要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主导 而是被天国的信息 去对我们的心灵去说话 是将这些说话 摆在我们的心的心处 柔软的心说的是我们认定 神是那个美善的那位神 是一个愿意去相信 神的说话对我们有好处的心 柔软的心是会期待 每一次与神的相遇 每一次听神的说话 柔软的心是会好奇的 神今天会对我说什么呢? 我们不会偏好某一类的信息 而是我们容许神的说话 不单止安慰鼓励我们 亦都是提醒挑战我们 即使我们这一刻 未未完全明白 都好柔软的心 会记住那些说话 他不会忘记 他会相信有一天 这些说话 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萌芽生长 去改变我们的心灵 去更新我们的圣情 叫我们呈现天国的子民的样式 所以柔软的心是会写 讲到笔记 去记下神今天 每一次对祂说的话 每一次 当我们以这个柔软的心 去接受神天国的种子 去容许种子 和我们的生命 发生作用的时候 原来我们的生命 是会慢慢被改变的 有时候甚至那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是想都没有想过 我记得其实 不是很久之前 有一段时间 我整个人很累 其实那一刻 侍奉都有少少灰心 有种感觉就是 无论你多用心 好像那些东西没有什么效果 接着有一个礼拜六 圣灵提醒我说 你今天不如好好地坐在这里崇拜 不如你别想着外面的东西 是因为真的会的 因为外面随时 都会发生的 因为有些东西 可能会需要你帮忙的 不过圣灵那天好像跟我说 你别想了 你交给我 你坐在里面 接着那一天 我就全程去听过信息 那天的信息说苦难 但其实那一刻 我真的没有什么人生的大苦难 但那天 神透过那个信息 对我去说话 他让我看到我心灵的状态 我感觉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坐在那个位置 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 我看到神是那一位 今天无论我 在任何的高山险境当中 他仍然会带着我走过一个 有时候神要对你说话就是这样 有时候信息表面上 真的未必那么关你事 但你以为信息不关你事吗 确原来这个不关你事的述色 同样可以是一个神对你的生命 说话的机会 去提醒你 安慰你 去挑战你 去更新你 这个就是神说话的能力 而且不是一次 试想象 每个礼拜都可以这样发生 神的恩典可以透过他自己的说话 每个星期 向不同的人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种下不一样的天国的种子 以不同的方式 去更新每一个人 崇拜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刻 崇拜就是神迹原来在这个里面 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发生的 当我们去怀着一个学慕和柔软的心 去进入神的临在当中的时候 原来我们是会发现神在工作中 神的恩典会借着祂的说话 将天国的道种入去我们生命的深处 让我们被神自己所塑造 改变我们的内心 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天国 进入人间的一个的实证 那你会不会不如这样 跟着下来 就让我们一同去带着期待 你会不会期待 这个神迹其实原来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 天国的种子 可以进入你心灵的深处 在那里去发芽生长 去改变你的生命 如果我们每个礼拜 都带着这份的期待 来到崇拜的日子 想象 试想想 每一次坐在那里 我们都有一个柔软的心 去接受天国的种子 是每一次的敬拜 在每一次的敬拜 在每一次的敬拜 Worship Leader 叫你大家请坐那一刻 我们不是马上将脑式机 而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去期待今天 神对我们所说的说话 试想象 每一次我们都珍惜 神和我们说的说话 我们会记下它 我们会写下它 试想象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灵 又会被神改变成什么 我们到复杀 复杀了